台南市新华老街下午大批消毒人员穿着隔离衣 卫生局宣布25 26两天全面停业清销 摊烧开始收拾东西 马路上也很少游客因为中央公布台南新增两名确诊者 其中一人23号来过新华老街 今天台南市有两位确诊的个案 两名确诊者其中一名是案18522的70几岁长者 而另外一名案18533是高雄群聚链的相关占议者 台南旋转婚宴会馆大面积消毒 因为16号传出有高雄确诊者来喝喜酒 却知情不报 没想到事后除了当天整间的新人宾客都要被隔离 其中隔壁宴会厅的新娘子不只要被隔离 卫生局还要他列册当天上百名宾客的名单 请他一一通知他们筛检 但卫生局解释会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疫情在南部不止高雄有群聚事件 台南也出现确诊 民众还是必须落实防疫措施 多一层防护 多一层保险 华市新闻流华社许文 南蔡孟俊 台南报道